获连市公所12号举办了员工新春联欢餐会 继资源回收宣导活动 同时颁奖表扬了有工人员 而第一次主持新春联欢的市长魏佳燕 致辞的时候表示 期盼能够和公所同仁攜手爱花莲 打造阳光健康城市 而前市长魏佳贤也回娘家 感谢市公所同仁6年来的努力 也期许在市长魏佳燕带领之下 花莲市能够持续的进步 由街头灵魂舞蹈教室 以动感街舞揭开序幕 还有一部工作室及花席乐团 带来精彩歌舞 炒乐气氛 花莲市公所12日晚间 与中华国小活动中心 举办员工新春联欢餐会 继资源回收宣导活动 现场齐开66桌 同时颁奖表扬有工人员44位 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所有 各自投赶的一些努力 那在过去的6年多 给了非常多市民朋友的一些建设 那相信未来也希望大家继续为花莲努力 真的很开心也很紧张 那在这边我要先感谢 过去这些年来 那前市长魏佳燕的哥哥 做在所有的市政建设上面 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建设 那大家用掌声给他 也给过去的自己的掌声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他在6年来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建设 包括公园 包括一些基础建设 包括桥梁等等 那真的感谢他 那在这边 还有今天我们接见圣钢 那真的也感谢嘉雪市长 在过去的简密室的交流 非常着力 那在这边也跟各位报告 未来嘉雪也会努力的在各项的 不管在市政的延续 还是在简密室的交流 我们都会努力的来做 那在这边也努力 我们所有同仁 未来我们服务民众 也希望更贴近名义 第一次主持新春联欢的市长魏佳燕 致辞表示 感谢花莲乡亲对他的支持 也期盼与公所员工一起携手 并尽爱花莲 未来除了要将爱花莲精神持续传承 是公所员工也将以肯切务实的态度贴近名义 尽力为花莲相亲服务 前任市长魏佳贤也一同回娘家 期盼在魏佳燕领导下 花莲市持续进步 也会在新议会为花莲市争取更多建设 记得讲报应 花莲市报道